朋友们大家好 2021年的3月12号周五 现在早晨的918 918事变啊 9点18分 这个现在中国这个公务人员呀 真的是待遇太好了 这个吃的也太好了 营养过剩 然后这其中一部分人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啊 人家不是说这税务局吗 就是睡觉的税啊 这个搞破鞋的地方啊 公安局更甚啊 前两年那个辽宁有一老干部 把他自己玩剩下的一个情人 也没玩剩下 他就是脱不了手了 结果介绍给自己在公安局当副局长的儿子了 结果还继续跟那个女的发生关系 结果最后 他儿子 娶的这个生了一个感情是跟他爹的 乱不乱 有点乱吧 哎 那是辽宁这个江苏也出事了啊 江苏一个女辅警啊 女辅警和公安局多个副局长派出所所长 还有其他单位的人啊 睡了好多 结果睡出事了 现在给重判啊 江苏省原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辅警叫许燕 燕无许燕丽的燕啊 许燕就叫就叫许燕吧 比较口语化啊 海州过去不是打过仗吗 那地方 淮海战役啊 是吧 淮河和海州之间和大海之间啊 海州就是连云港的主市区吧 应该是啊 这个94年生的94年到现在 今年头上也就27岁可能还不到也就26岁 这个因为年轻漂亮 他这话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这个不对吧 有年轻的姑娘 漂亮的姑娘 不见得都这么风流吧 不见得都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吧 是吧 有一句俗话 叫怎么说的 说男人啊 没主意 一辈子穷 女人没主意 一肚子怂 是吧 这话说的有点直白哈 有点三俗 但是是实话 对吧 男人没主意 一辈子穷 男人做什么事 要坚定啊 女人没主意 一度的怂 女人也要坚定 你裤腰带要松 那睡你的人就多 是吧 将来还有人要你吗 是吧 不知道啊 这不知道 也许有啊 贪漂亮啊 他先后和连云港的灌云县 灌云啊 灌溉的灌 云彩的云 连云港下面一个县 南港啊 南北的南 啊 山港的港 哈 哈尔滨不有个区不叫南杠吗 南杠就是南港啊 南港派出所所长孙某 市庄 市服事 就是伺候的那个 伺候的次啊 这个市庄派出所所长朱某啊 姓朱的 还有灌云县公安局 副局长 扣某 扣准的扣啊 台湾有个什么演员叫扣世勋叫什么是吧 发生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啊 后以怀孕为名 找多名睡过他的 其实他也睡人家了 是吧 就是发生过关系的这些公职人员 索要钱物 最后认定了多少钱 折合 人民币 372.6万 376万 不少了 这个法院判决啊 这许样犯 敲诈勒索罪 结果判他有期徒刑13年 哎 你不是觉得 你年轻漂亮 别人跟你发生关系 你要钱吗 好了 这姑娘到现在才 26岁啊 那这个13年 都出来快40岁了 有点像郭美美啊 郭美美时间短 郭美美有托儿 有人 还要罚金500万 那这过分了啊 这女孩肯定没钱 家里要有钱 还能当辅警吗 对吧 而且这么年轻 可能才 犯事的时候是前几年 对吧 是前几年 还 你看罚500万 打了不罚 罚了不打 你给他关监狱了都 对不对 追缴违法所得 372.6万 这372.6万 都要追回来 也许他都花了 那不管 还要再罚你500万 这过分了啊 为什么他这么重判他啊 谁让你勒索的是我们公安局的人呢 公检法是一家子 你一个小辅警 你还是外人 对吧 这个最后是在灌南县判的他啊 灌南县法院刑事判决书 这个去年判的 2020年苏0724刑出 166号 公诉机关是灌南县检察院 被告人许燕 1994年10月14日 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 94年的 10月的 那现在才26啊 那抓他的时候 什么时候 19年抓了 19年 19年6月19号抓的 那抓他的时候 他才多大 才24岁多 他是回祖 是个回民 回祖 大专文化 回民跟汉民通婚的也不少 我们哥们那个社科院的博士后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在海关上班的 牛街的 北京牛街的回民 没成 别人给介绍了 后来我又给介绍了一个老高的 老高的闺女 老高他妈是俄罗斯人 我们管他叫大苏联 他爸是老家山东的回民 然后老高的闺女 老高的闺女挺大了 那个他们家都是按照回民这一套来活着啊 来生活的 就是回民嘛 都是有俄罗斯血统的中国回民 后来那个我给介绍了 也没成啊 后来我们那哥们 娶了一个 娶了一个总参测绘局的 家属啊 是一个 那个那个建筑设计师 娶了那么一个 19年就给抓 还有辩护人 叫李松平 江苏法哲律师所的 你看他是从哪年开始的啊 他们这些关系 他是从 14年3月 那14年3月的时候 这女孩才19岁多 他是 94年10月生的吗 那他那会儿才 19岁05个月 是吧 那还也许是对方强迫他 或者引诱他呢 对不对 然后 至19年4月 这个这件事持续了5年 5年零一个月啊 就是有这么多人跟他睡觉 这件事 发生关系有5年多 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些人的啊 与多名公职人员 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 后以自己家人找被害人闹事啊 自己要买房 自己怀孕了 跟他要分手补偿等为由 抓住公职人员害怕曝光后影响工作家庭 名誉的心理 敲诈了9个人 一共370多万 5年的时间跟9个人睡啊 5年60个月 差不多平均跟每个人在一起 是6个多月 6个多月 当然他跟他们有的是交叉的是同时跟好几个人 你看同时或者不间断的 好吧 先聊这一段啊 待会再聊